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8月9日 鸡维辛迪无往不利 周二凌晨 普超首轮展开最后一场角逐 届时鸡维辛迪将坐镇主场迎战费力拿 鸡维辛迪近期各项赛事均有赢无输 加上球队网季明显占优 今仗拥有主场优势的鸡维辛迪确实很有希望全取三分 在新球季开打前 鸡维辛迪的备战状态也算不错 他们近三仗有益赛录得二胜一合的战绩 至乌上仗欧协连外围赛上 他们首回合作客一笔一破和列加 次回合回失主场作战 晋级希望较为乐观 回顾上季连赛开局阶段 鸡维辛迪连胜两场而且一球不失 当中投号射手F拿华路首轮就上演没开二度的好戏 为球队最终名列普超第五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 鸡维辛迪是上级普超最终输球场次未达双位数的五队之一 其中球队前五场失利有四战只是败普超Big Four所赐 也算是非战之罪 失意面对实力直属一般的费利拿 即为辛迪主场称雄问题不大 另一边乡 费利拿上季退不明显 他们战霸34轮紧击38分只能排名第十一位 与前季名列第五有着较大反差 费利拿上季成绩欠佳 主要原因无疑是进攻能力低下 他们上季联赛有多达13场无法取得入球 场均则只攻入0.85球 仅仅高过已经降班的副班长比兰伦斯 如此疲软的攻击线演出想要取得好成绩简直是吃人说梦 近况方面 费利拿上仗有一赛以一比二不敌为薛拿 算上在之前的三场有一赛在内 他们四战总共也只有三球进仗 进攻不力的问题似乎未能得到改善 更何况 费利拿最近十次对阵击为新敌也只赢过一场 无论如何比较 费利拿此番出征都难记厚望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赞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